台湾美墓水 来自加拿大的马杰博士 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宣教士 1872年为了传教来到淡水 他的日记里面说 当他看到淡水 他的心灵感到相当满足 当下就决定要留在淡水 除了传教之外 马杰博士还在淡水 盖了一座北台湾最早的医院 他娶台湾女子 成为台湾女婿 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台湾 他的回忆录里说 我和助手们 常在一小时内拔取100颗牙齿 自1873年以来 我亲手拔起了 两万一千颗以上的牙齿 他可以说是淡水最早的养女婿 也是最爱台湾人的阿兜 你有细数过这间学校的历史建筑物 几间这种历史建筑物 大概六七八间 那这间很特殊的这种八角形的建筑物 而且又有点中国风的是什么建筑物 他是苏文奎长老 在马杰博士的儿子带领之下 全家信教 他也是淡江中学的毕业生 现在是淡水文史馆的馆长 他说从小就听着身为 马杰外孙的老师说故事 因此也结下这段传承的缘分 淡水中学是由马杰博士的第二代 接瑞莲牧师建造 他不仅继续传承父亲的志愿 也致力于教育工作 其实他当年盖的时候 是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 他懂建筑 因为那时候台湾有很多房子 新的校舍要盖 所以他找一个专业 那一个人盖这个他有一个 是按刚时候兰加州的 一个学校的一个模样 不过他们中间这个植塔 改成叫八角塔 八角塔当时对我们来讲 就是代表东欧 台湾的国座 所以日本人叫做汉阳折中 其实就是所谓的中西河地 这八角塔是淡江中学历代的 精神堡垒 浓浓的台湾风土特性 融合西方建筑 很有时代的意义喔 就像马杰的日记讲的 人生常有看不到的绳子 他自然就把你拉出来 马杰也是因为这样被拉到台湾 所以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 他根本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子 不过机会一到他就来了 马杰博士晚年身体不好 回加拿大休养两年 结果他预计要回台湾那一年 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到处发生战乱 马杰博士竟然决定 把全家大小从和平安稳的加拿大 带到一个战争的异乡 而且他深刻的了解 这一趟他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现在他全家都埋葬在这里 他已经化为台湾的泥土了 不过他自己买了这一块地 他自己选这一块地 就是要跟他的太太跟家人 跟他的学生买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他认识性里面 他老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回国 他是想在台湾 他觉得他是台湾 太感动了吧 马杰博士一位大爱台湾 真的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他的坟墓就在学校里面 每天围绕着一群好学的年轻人 我觉得马杰爷爷应该很开心吧 这一趟淡水之旅 从人文风景要走到乡土小吃 我也要跟着我看不见的绳子 去找吃的咯 在告别了长老之后呢 我实在是觉得肚子好饿 所以我决定去吃这一次的 淡水名物 阿给 其实阿给一开始是由日本人 称油豆腐为阿布拉给 阿布拉给阿布拉给之后呢 就被省略成阿给 当然阿给不只是有油豆腐而已喔 如果你还没吃过的话 赶快跟着我一起去吃 这一次的淡水名物吧 走 在淡水其实有很多间阿给店家 相传当初阿给第一代的老板娘 当年无意间看到了日本人 用油豆腐包食物来吃 尝试把卖剩的食物包起来 因此研发了这种创新小吃 因为老板娘受日本教育 因此取名叫做阿布拉给 最后被大家简称变成阿给 老板娘这个阿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冬粉 冬粉 还要加酱 还要加酱 你这个酱有什么特别的啊 就是自己调制的 自己调制的 对 所以算是秘方就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知道了 其实我很念 要把这个里面的冬粉这样扒开来 然后沾着酱吃 对 对不对 包出来了 可以看到里面全部都是冬粉 所以这个冬粉要先炒过吗 还是怎样 先烫过 对 要先烫过 然后把它吹冷了才能塞进去 要不然会坏掉 吹冷才能塞进去 所以这应该也是算是 要注意的一个小地方是不是 可以吃看看吗 这个冬粉吸满了整个高汤的鲜味 然后配着他们独门的这个酱汁 然后还有一点辣辣的感觉 对啊 少辣 吃起来非常过瘾 而且这很烫 这甜甜辣辣的阿给 可说是本店最大的特色啊 这红透的酱汁 就是增添阿给美味的最大关键 看这络艺不绝的客人 看他们大口大口吃阿给的表情 就知道我没在骗人了 老板娘说这阿给好吃不外乎 靠好鱼浆 Q冬粉和软嫩油豆腐 只要这三要素倒起就绝对好吃 看我一口接一口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 就知道这滋味深得我心啊 不要以为这一大锅金黄酥脆的 是甜不辣喔 这可是淡水的丁冈有名声 鱼冈会出名的鱼酥喔 看了之后好想来杯啤酒啊